两年前我做过一个如何认出国内主流客机的视频 不过随着最近的政策逐渐放开 而且国内外也有不少新飞机在陆续投入使用 大家能接触到的机型变得更加多样化 所以这次我们将不再局限于国内主流的客机信号 而是将视线拓展至全球 如何一眼辨识出那些相对稀有的客机 哪里能乘坐或者购买 相信看完这个视频您一定能找到答案 在许多类似的视频中 常常会教您如何通过各种细微的特征来区分飞机型号 然而我发现存在一种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却往往被忽略 那就是 呃其实大部分飞机上都印着呢 如果您仔细观察客机的机头或机尾会发现一行小字 这就是飞机的型号 如果是特殊涂装 还会大大方方的把机型印在机身上 没错 高端的飞机往往采用最简单的辨认方式 与其寄那么多特征不如直接读型号 好的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先别着急观视频 这个方法也不是万能的 这一行小字不仅考验您的眼力 有时还会被航四松机身上移除 因此 如果您真的想深入了解民航 成为一名资深的飞行爱好者 最万能的方法还是应该了解每一种客机的用途与特征 目前 世界上的客机主要分为两种 支线客机与干线客机 支线客机也就是俗称的小飞机 主要用于直飞小城市甚至是小乡村之间的短途航线 因为这些航线的乘客需求较少 距离也较短 所以支线客机一般体型较小 方便在小规模的机场降落和起飞 与支线客机相对应的是干线客机 也俗称大飞机 主要运营在航空公司的重点航线上 这些航线通常连接一二线城市和主要交通枢纽 因此干线客机通常具有较大的载客量和更长的飞行距离 如果按照体型来做具体区分 从小到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在本期视频中 我也会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逐一为大家介绍这些飞机的特征和应用场景 体型最小的是窩蒋支线客机 也就是大号蚊子 一般有两台窩蒋引擎驱动 目前主流的窩蒋支线客机 是法国的ATR-72和加拿大庞巴迪的冲8 这两架飞机非常相似 主要可以通过引擎的形状来区分 ATR-72的引擎较短 而冲8的较长一直延伸到机翼之后 这辆飞机在欧美和澳洲的乡村之间非常流行 我自己也做过两次 当然谈及窩蒋支线客机 我们不能忘记国产的新洲60 新洲60是由西飞在运期的基础上研制的客机 主要特征是引擎侧面有排气口 目前国内的幸福航空在运营新洲6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大连体验一下 比我讲支线略大的是发动机在机尾的喷气支线客机 目前以大规模投入运营的有两种型号 帕马迪CRJ系列和八航ERJ系列客机 这两款飞机的引擎都在机尾 主要通过发动机的形状来分辨 ERJ的发动机外形更加修长 而CRJ可以看到极其醒目的尾喷罐 这两种飞机主要运营地区都是欧洲和美洲 而国内与之类似的则是国产飞机ARJ21 由中国商飞研制的ARJ21已经生产超过100架 主要由成都航空、南航和国航运营 大家还是有很大概率体验到这架国产飞机 接下来出场的两款客机 我更愿意把它们称为跨界客机 因为它们虽然标榜自己是支线客机 但不论是从体型还是从航程载客量来说 都已经摸到了干线客机的尾巴 这两款客机就是来自空客的AR20 和来自八航工业的119512 AR20的前身是加拿大彭巴迪C系列客机 然而由于这款飞机的性能过于出众 而惨遭美国打压 最后被空客以向人生的一美元接手 改名为AR20 而119512则是八航于2013年 推出的新一代支线客机 对标AR20 这两款飞机都采用下单一布局 发动机在机翼下方 最明显的区别是AR20 具有上上弯折的一艘小艺 不过由于这两款都属于热乎的新飞机 目前只有少数欧洲航司 开始陆续投入运营 所以如果您最近在欧洲旅行 可以重点留意一下 支线客机总体来说还是略显小众 而接下来介绍的干线窄体机 则是大家在机场最常见的飞机 窄体客机又呈单通道飞机 在您购买完机票选座位时 如果发现飞机只有一条中央过道 那基本上就是窄体客机 目前全球的干线窄体机的总数 超过15000架 占据了客机市场的70% 这种客机的航程普遍是5-6000公里 载客量在150-180左右 当然也有一些很离谱的特殊情况 比如春秋240座的A321 和能飞8700公里的A321X1R 具体数据纯看航司的良心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 这一块巨大的蛋糕 一直被空客A320和波音737所瓜分 737的特点是企业价很短 因此也被称为小短腿 甚至发动机下方都是扁平的 从中面看有点像个馒头 A320的起落架更长 雷达罩也更圆润 近几年这两款飞机也进行了换代更新 737 MAX的特点是发动机锯齿短仓 而A3206的特点 则是配备了更大的发动机 比旧款A320的发动机 看起来要大上不少 我国最近的当红花旦C919 也属于干线窄体机 与737和A320相比 C919的机头设计更加流畅 从雷达罩到挡风玻璃的过渡 更加自然 而且配备了融合式一艘小翼 目前唯一一架投入运营的C919 属于东航 直飞于往返上海和成都之间的 MU9197 MU9198航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 比Jetik客机更大的就是 宽体客机 又称双通道飞机 在您购买完机票选择位时 如果发现飞机有两条过道 那基本上就是宽体客机 这类飞机的载客量在300到500左右 航程通常在1万公里以上 主要直飞少量热门国内航线 比如京户、京广和京深线 以及大部分国际航线 如果说之前体型较小的客机市场 还算是百花齐放 那么目前 能玩转宽体机的 基本只剩波音和空客两家 区分波音与空客飞机 最简单的方法 是通过白色频产灯的频率来分辨 这个灯位于一间 无论白天或夜晚都会开启 闪一下停一下是波音 闪两下停一下是空客 在现役的双发宽体机中 波音767、777和787 以及空客A330和A350 是最为突出的几个型号 波音767是波音公司 在上年纪80年代研发 并投入商业运营的宽体机 拥有众多子型号 目前与陆续推出 还有少量的767-300ER 在日航和达美服役 而在国内 顺风航空也能看见 767货机的身影 767的两台发动机 相对于机身来说显得较小 大部分767-300ER 都有向上弯折的一艘小异 波音777-300ER 是世界上已经投入运营的 最大的双发客机 主要特点正好与767相反 拥有两台瘦大的发动机 G190 这个发动机是已经投入运营中 最大的客机发动机 单台推力超过50吨 堪称工业奇迹 主打一个美式暴力美学 力大专飞 还记得之前介绍的 737、320和919等宅体客机吗 在G190面前 这些宅体机通通沦为了计量单位 在机场里 G190的存在 极有点像今年乐盲赛场上的 纳斯卡赛车 给欧洲老前一点小小的 美式大V8震撼 毫不夸张地说 当波音717开始启动 整个行业楼都能听见 全机场的人都知道 有架717要走了 而波音787虽然体型 比717要小 但由于是本世纪的新飞机 占尽了后发优势 运用许多别的客机 没有的黑科技 主要特点是流线型的机头 上翘的机翼 和发动机巨石断舱 此外 它的窗户采用电质变色设计 虽然不好用 但简直是太酷了 科技并带着趣味 很符合我对波音的想象 空客A330是最长阵的 宽体飞机之一 全世界有超过 1200架A330投入运营 也是我做过 次数最多的宽体机 主要特点是向上弯折 类似于梯形的一梢小异 大部分A330都采用 罗罗的Train这700发动机 外形看起来更加修长 近年来 A330的新型号 A330NU陆续投入运营 与老A330相比 发动机更大 而且戴上了墨镜 不过目前没有一家 国内航司引进了这架飞机 我也只见过哥里多尼亚航空 和苏乌太平洋航空的A330NU 这是因为大部分航司 都选择一步到位 购买比A330更大 更先进的A350 A350是空客 为了与波音787竞争 而研发的新一代宽体机 最大的特点是 面积更大的黑色挡风玻璃 人送外号墨镜匣 此外还配备了非常性感的 鲨鱼鳍融合式一艘小异 A350与787都是21世纪的新飞机 拥有极其超前的设计理念 理论上乘坐体验会更舒适 因此在购买机票 或者在购买飞机时 您可以优先考虑这两款飞机 随着双发客机 越来越高的经济效益 导致三发客机退出理事舞台 并且随着去年年底DC10的退役 目前能看见的三发Quanty机 也就剩下了麦道11货机 主要由UPS和Fedex 这两家国际物流公司运营 麦道11的特点是 两台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下方 第三台则嵌入机尾 并且配备了分叉是一艘小异 曾经四发客机代表着 空中旅行的尊贵与奢华 但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降低 它们如今也和三发客机一样 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唉 这俩现在一个比一个惨 四发客机主要包括空客A340 A380和波音747 A340-200和A300 就是传说中的5APU 在上日记80年代末 与A330同时研发 因此外形尺寸非常类似 只不过换成了四台发动机 A340-500和600体型更长 发动机更大 然而由于运营成本较高 大多数航司已经将其退役 目前德国汉山航空 还在运营一小部分 A343和A346 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全部退役 波音747又称空中女王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客机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客机 它曾统治天空长达50年 是许多航次的旗舰机型 最显著的特征是半双层额头设计 遗憾的是 大部分747已经注定了 适合自己的博物馆 只有少数的747-400和747-8 由国航汉沙等航次运营 这俩的区别 主要是发动机锯齿短舱 不过不必担心 波音版本的747-F 还是老当义壮 同时不少747 还肩负着极其特殊的使命 因此我们还是有很大概率 在机场看到女王的身影 比起担心747 大家更应该担心的是 还能不能看见 另一架空中巨无霸 A380 A380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 理论上最高可满载800人 内部巨大的空间 让每一架A380都极其奢华 豪华单尖 酒吧和浴室一应俱全 但前几年的疫情 让航司亏得连裤衩都不上了 根本养不起A380 并且由于其特殊的设计 A380改货机的经济效益 又远不及747 因此不少A380 现在只能静静地 躺在美国的沙漠里 其中就包括南航的那五架 没错 A380已经从中国航司中彻底消失 如果大家想体验 不妨去新加坡 阿联酋和卡塔尔碰碰运气 如果您住在工厂附近 说不定有机会 先想到两款77特殊的飞机 空客大白晶和747LCF 这两辆飞机都是波音空客 为了尽快将全RG的零件 运送至工厂组装 而特意制造的飞机 算是每一架普通客机的保姆 大白晶使用A330改造 而747LCF则使用747改造 最近空客第六架大白晶 正是从工厂下线 还学会了Wink 非常可爱捏 当您在天空中发现了 这辆七星惯状的飞机时 一定要抓住机会 用相机记录下这一难得的景象 如果大家想对这些客机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妨点进我的账号 看一看这些工业奇迹的前世今生 不过如果您真的想对这些客机的大小 有一个直观的概念 我还是建议各位亲自找机会去看一看 因为视频和数据 在这些旁人大物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当您第一次站在777 747和A380面前 仰着脖子才能勉强看清它的全貌时 您一定能切身体会到 人类是那么渺小 但又那么伟大 欣赏这些飞机优雅身姿的最好场所 主要有两个 机场和航展 在这里 您不仅可以亲眼见证 这些巨型机械的壮观 也能感受到顶尖科技的震撼 目前国外各大机场 都有官方指定的观景台 去地图或者机场网站上 可以轻松找到 国内航空文化虽然起步较晚 但最近也在陆续跟进 机场观景台的建设 大家可以把知道的 合理合法的地点 打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一起分享 而各大航展 则是飞机放飞自我 进行展示的舞台 世界三大客机航展分别是 法国巴黎航展 英国范保罗航展 和新加坡航展 许多著名的客机首次亮相 基本上都在这三大航展上 而珠海航展 长生航展 和摩尔本阿瓦隆航展 算是防务站 更偏向军用 往往与客机关系不大 不过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在后续的视频中 为大家介绍世界主流军机 每一架成功的军机背后 也有一段引人入胜的传奇 当我们赞叹这些 庞然大物精妙设计 和卓越性能的同时 我们不应忘记 这些飞行的艺术品 也是一位位 航空工程师的伟大创造 这些在天空中 翱翔的巨型机械 代表着全世界 最顶尖科技的结晶 每一次安全的起飞与降落 都是对人类潜力的一次证明 也是对科技进步的一次肯定 所以 无论您是资深的航空爱好者 还是对飞行 有一点兴趣的普通观众 我都欢迎各位与我一起 探索这些飞机背后的工程原理 希望这期视频 能唤起您对蓝天的热爱 也为您的旅途增添一次色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